大家好,歡迎收聽來自台,我是瘋仔 今晚星期六晚7時半會踢打給戰作客埃華頓 我快快和大家講講高譜在記者會和大家更新的雙兵情況 以及新兵艾法美錄何時出得 另外也會講講今場對手愛華頓對著我們的往跡 以及他們今個轉會槍引入了甚麼新援和近況如何 首先從我們的雙命消息開始 今個星期初已經有馬力普及居力斯中斯可以復操 星期三對有卡素的比賽已經可以列陣 今場又再多一些人可以用 達雲紐尼斯停賽三場認滿復出 而迪奧高早達星期四已經復操 高譜就說他今場也很有可能可以列陣 甚至說現在有5個攻擊球員可以用 就好像聖誕節那麼開心 之前我們長達10人的雙庭名單 現在終於有4個出得回來了 另外泰亞高也距離復出就不遠了 高譜說他下星期初應該可以復出 而上場才因為拉雙腿巾而被換出的隊長 神軒 傷勢檢查結果還未出來 但預計可能要休息兩三個星期 即是國際賽周之前的這5場賽事 都未必可以預算出到 中堅干拿迪這方面 終於他的失傷是有一個明確的復出日期 8月初最後一場對著史特拉斯堡的有賽 就令他膝頭受傷 高譜就說他大概在9月底國際賽周期間 就可以復操 相信10月初重新踢回英超時就可以見到他 至於2號門將基里夏和右閘新兵奇魂藍絲 暫時還未完全復操處 高譜只是以情況越來越好來形容他們的狀況 沒有實際給我們復出日期 那麼基達和張伯倫這兩個容易受傷的男人情況又如何呢 高譜就說他們兩個都是因為肌肉受傷 而還要休養一段時間 暫時都未給我們復出日期 我們雙兵的更新就是這麼多 今次終於有記者問多了關於長期雙兵的情況 可以告訴大家 至少我們先確認江拿迪的復出日期 而高譜也有提及新兵艾法美露的情況 他說很開心球隊最終能夠簽入他 他是一個能夠控制節奏 傳球亦出色 可以在被包圍的情況下保持控球的球員 但為何我們可以借入到這麼好的球員呢 因為是祖雲達斯的時候 他不能完全發揮得到 而我們的踢法和祖雲達斯又有點不同 我們認為艾法美露很適合我們用 所以才覺得高興找到他回來 這個就是高譜對引入艾法美露的看法 不過他今晚還未踢得住 因為International Clearance 我不是太懂得翻譯這件事 是不是應該叫做國際清慣呢 總之大家就當是條例上有限制 令艾法美露未能完成到註冊就不可以踢 應該要周中對著拿波里的比賽才能出 神軒都受傷的情況 艾法美露未能用 就算用得 未操過的情況下 應該都不會馬上讓他出場 今場中場的用人 又要面對一些問題 尖士米娜再踢正選 這場激烈的打比戰 未必足夠速率踢 後備落場出來做些強硬的難節 可能用處就更大 但可能要用忠師來踢正選 好像又有冒險 一出來就要踢打比戰的正選 但沒得選之下 其實中場神軒傷了 就一定是從忠師和尖士米娜兩個之中選一個出來 如果高譜真的夠膽的話 這刻紐尼斯都復出了 那廢明爐的狀況這麼好 又未必想收起他 不如試試打個4-2-3-1 用法賓奴和尖士米娜打個中場 因為雙防中的情況下 怕艾利諾就不夠硬 踢不到 所以都是用回尖士米娜先 之後就拉廢明爐下來踢攻中位 紐尼斯就踢正中鋒 左右翼繼續用回尖士和沙拿 或者可以輪換一下法比奧卡華路 踢一下左翼正選都可以 不過要高譜突然轉陣的可能性就相當低 之前二連勝勝開就更加不會變 我想最大機會都是直接用尖士米娜 代替神軒正選位 繼續踢回4-3-3 讓廢明爐先打回魏9號位 紐尼斯就先打後臂 還有要考慮的位是 中堅位的祖高尼斯會否繼續正選 還是被雙魚復出的馬迪普出來拍著雲迪克 接著說說對手愛華頓 他們開季五場都未能打勝利之門 開季連輸兩場後 對著森林、賓福特和列斯良打出三連和 現在仍然只有三分 派到聯賽榜第17位的榜尾位置 看來上季走掉了降班 今年都要繼續打他們的護級戰 不過他們去到轉回昌最尾的階段 都有積極增兵 早幾天才從白禮頓引入法國前鋒墓比 等卡法洛雲受傷的時候 就不用再用朗當或安東尼哥頓 踢中鋒那麼慘 死線日時他們再找兩個中場回來 一個是由愛華頓到巴黎 然後再回流的舊將 塞內加爾的防中基爾 另一個是由曼聯買入 上季借到諾定岩森林中場 21歲的小將詹斯加拿 其實他們還有從里爾買入高大中場奧拿拿 這幾場出來其實表現都不差 中堅亦有前浪隊隊長 我們的青分產品乾樂高迪賭過 加上由搬離免費加盟的達哥斯基 今年其實愛華頓的增兵都幾多 質素亦不差 但最終踢到出來的成績就是還未開到齋 但今場話畢我們都是作客出戰 而且還要打比戰 賽前這些東西越講就越有兩個星期前 雙雄匯的感覺 對方一定拼盡老命來打這場打比戰 年輕的左翼安東尼哥頓 雖然除了速度之外 其他東西仍然很粗糙 但真的非常非常快 針對著我們右閘阿勒阿洛的身後位來打的話 將會非常之辛苦 是我們今場最危險的區域 如果說對賽往績的話 其實我們都不是佔得很大的優勢 即使我們近年的聯賽這麼強勢 而對方又相對上比較弱 近十次的聯賽對碰 我們只有四勝五和一負的戰績 失分比率都達六成 如果只看作客的話 就更加慘了 在各項賽事近十一次作客 去到國力信公園比賽 雖然我們是不敗的 但只贏得三場 從對方的陣容強度 往績來說 再加上作客出戰對方 又在打比戰的戰異加成之下 其實今場是不容易對付的 只是德愛華頓開季五場不勝 這件事叫做我們的有利因素 但其實曼聯對我們之前 都是開季二連敗 就由我們幫忙打開了勝利之門 最怕今場又再出現這個情況 我們三場不勝後 總算憑著兩場主場比賽 打出二連勝 挽回一點點聲勢 但作客的表現 又會不會再次好像雙鴻匯那樣走光呢 今場同樣是具備著 縮敵意味的打比戰 情景接近之下 希望就不要打出相同的戰況 作客環境都要打出我們的水平 不要一離開眼飛路就好像沒力了 今晚七點半記得看這場打比戰 今集就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喜歡這條影片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李氏台逢比賽翌日中午時段出片賽後評 其餘時段都會不定期為大家報道有關球會的消息 以及瘋仔的個人分析 間中還會直播露面跟大家聊天 又或者直播旁述一起看球 想更實質支持瘋仔的都可以加入會員 每月最低只需15元 我是李氏台的瘋仔 下次再見 See you next time